是你 是你 怎么会是我 明明是太子将玉玺称给皇帝的 你胡说 怎么会是子龙 皇后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选 一 告诉群臣 这毒是我王蔺所想 然后我和你 集我王室全族 为皇帝陪葬 二 这毒 是谢贵妃所想 皇帝并为太子监国 我为摄政王 与此相关的谢家 郎当入狱 满门抄斩 之后你再配合我拿下虎符 将豫章王招致麾下 把兵权 集中到我王室一家 不久之后 皇帝百年 太子 继位登基 皇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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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好太医救治及时 才暂时没有性命之用 没有 不可能的 我 我没有下毒 我没有下毒 丞相 我母妃与父皇向来恩爱 又怎么会下毒 贵妃怎么会毒 她求求她 出来 出来 皇后殿下 皇后殿下 毒酒佐证在此 如何处置 请皇后下旨 来人 将谢妃下狱 不行啊 不行 皇后殿下 我 此事目前是非未定 父皇现在仍在昏迷当中 怎可如此草率行事 三皇子殿下 此时 陛下在榻上昏迷 生死未卜 姿势体大 你觉得 你们母子二人 能脱得了干系吗 来人 将谢氏母子拿下 不要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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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爹 此事肯定与子澹哥哥无关 你们 皇帝舅舅 更与了我们二人的婚事 他不会在此日做这种傻事的 姑姑 舅舅你放过他们吧 舅舅你生回刚才说过的话 姑姑 谢贵妃跟子澹哥 咱们是好人 姑姑求你 放过他们 姑姑 人请皇后鸣察 人请皇后鸣察 不 姑姑 我 我不想 姑姑我不相信 他们想 我 阿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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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胡闹 来人 送郡主回府 是 郡主 请 郡主 子澹哥哥 子澹哥哥 放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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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儿子 阿妩 把自己都闹着 放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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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华后殿下 平皇后殿下 弥皇后殿下 预章王求见 好 离皇后殿下 然后看我 准 参见皇后殿下 豫章王 怎么未经宣召便入宫了 听闻陛下有样 情急之下贸然觐见还请 皇后殿下恕罪 罢了 事发突然 也不怪你 陛下如何 你暂无生命之危 不知陛下因何如此 昨夜 是何人在此服侍皇帝陛下 是婢子 殿下恕罪 婢子真的不知 陛下 陛下昨夜刚入宫内 便发生了此事 也不知陛下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陛下昨夜入宫时 天色已晚 除了饮了两杯酒 并没有吃过什么东西 不错 陛下昨夜只喝了我酿的太喜白 可是这酒已经酿了很久 每次陛下来我这里都会喝上几杯 你 丞相 你乃王氏家主 更是群臣之首 眼下是非不明 你却如此着急 将谢氏下狱 究竟心怀何意 是啊 母后 舅舅 眼下还是想想 怎么救治父 怎么救治父皇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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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豫章王 威风凛凛 一身讲咒 难道此番进宫 是带着兵甲来的 陛下未曾宣诏 萧綦怎敢带兵入宫 只我二人 可宫中 真是不可 真若有乱 丞相 二十万宁舍军 将生死守护陛下 如此说来 那此时此地 还应该由我裁定咯 自然 好 那暂且将三皇子 和谢贵妃 留丫诏遇